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下一章 上一章 应该是OK的 没有问题 就是用我刚刚那个逻辑 去来 去做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 刚刚那个逻辑 在 就是 撰写的时候 简单一般来 那个程式码很永长 那有的时候呢 当然写程式就是 不见得说一定要 用某种方式 才可以写 写出你要的结果出来 像 这个程式 有的时候稍微改一下 你会想说 那那个土档 名称 假如说 我只要再加一 就可以变成下一章的话 那是不是说 我可以把土档 重新命名 比如说老鼠的鼠就一嘛 牛就二嘛 因此类推 那十二章 以后土档要加一 就自动换下一章了嘛 所以我刚刚其实 我稍微改一下程式 怎么改呢 你就直接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土档 有没有 通通都改名称 改成 1.jpg 2.jpg 对不对 那这样就好解决了嘛 怎么说呢 如果你今天呢 按下一章之后呢 就两行就解决了 为什么 第一行跟刚刚是一样的 就是 ddla.selectitem.value 就是里面那个value值 有没有 加1嘛 后面加1 传给前面嘛 对不对 它预设值是0嘛 加1的第一章是数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秀出那张图呢 不就是把image.url 等于什么 ddl.selectitem.value 后面 加上一个副档名 不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一直往下 不就一直加1嘛 一直加1 那 可是这边有个bug 可能会有个bug 你按到第13章 会怎么样呢 就会产生 就是 不会l啦 就是会 按什么 按照第13章 会怎么样呢 XX 就跟那个网页找不到处长的一样 因为没有13.jpg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每个人处理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你可以秀出一个警告讯息也可以 或者甚至你自动把它归零 把它变成1.jpg 又从第13章开始 都可以 那处理的方式很多元 那我们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来处理的话 就是说要判断了 对不对 那要怎么判断呢 第一个 我在这边 先 在第二行的地方enter 就判断 因为加1之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if slate item.value 所以 dla 点slate item 点value 它的值呢 假如说呢 它是 下1 一定增加 如果是怎么样呢 大于多少呢 大于12 加1 大于12 就是13以上 对不对 dla 我们要做一些处理嘛 dla 那这边会跳出 enter 会跳出一个 的 下1 小